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孤独这两个字 拆开来看 有孩童 有瓜果 有小犬 有文莹 足以撑起一个 盛夏傍晚间的巷子口 人情味十足 至而情瓜柳棚下 细犬竹蝶窄相中 人间繁华多笑语 唯我空于两变风 孩童水果 猫狗飞迎 当然热闹 可都与你无关 这 就叫 孤独 晚上好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我是静波 刚才这段话 出自林雨棠先生 今天晚上 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呢 就和孤独有关 来自贾平蛙先生的 孤独的走向未来 如果你希望看到这篇的图文消息 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 静波频道 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 说自己孤独的人 其实并不孤独 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 而是无知己 不被理解 真正的孤独者 不言孤独 偶尔做些长效 如我们看到的 兽 弱者 都是群居者 所以 有云云众生 弱者奋斗的目的 是转化为强者 像是勇 像鹅的转化 但一旦转化成功了 就失去了原本满足和享受欲望的要求 国王是这样 名人是这样 巨富们的挣钱 成了一种职业 种猪们的配种 更不是为了爱情 我见过相当多的郁郁寡欢者 也见过一些 把皮肤和毛发弄得怪异的人 似乎叫做孤独 这 不是孤独 是孤僻 他们想成为六月的麦子 却在紧长出一尺鱼膏 就出碎韵粒 结得 只是银子头般大的石 每个行当里 都有着孤独人 在文学界 我遇到了一位 他的声名 刘布全国 对他的诽谤 也铺天盖地 而公之吗 他听了我的话 没有说是或者不是 也没有停下来 握一下我的手 突然间泪流满脸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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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撵着他还要说 我并不孤独 他说着 匆匆地走掉了 我以为 我要成为他的知己 但我失败了 那他为什么要流泪呢 我并不孤独 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年后 这位作家又出版了新作 在书中的某一页上 我读到了 圣贤雍行 大人小心八个字 我终于明白了 尘世并不会轻易让一个人孤独的 群居需要一种平衡 嫉妒而引发的诽谤 扼杀 羞辱 打击和迫害 你若不再脱颖 你将平反 你若继续走 走 终于使众生无法赶超了 众生就会向你欢呼和崇拜 遵你是神圣 神圣是真正的孤独 走向孤独的人 难以接受怜悯和同情 在阴雨的地方积攒能量 人交出了什么能变个样 七星怪状的人在生长 我躲在人群中 头在晃 刺破我的心脏 样本不算浪脏 别恐慌 你看我虚弱模样 你可怎么补偿 我躲高下 像自尊开了墙 你同情的眼光 我特别的欣赏 爱而不上 我多慌张 怕人闯入我围墙 窥躺 窥躺无关不详 见我愿望模样 还能模仿 任何形状 越厌劲 越厄烈的情况 越要想像 浪漱起翻圈旁 像从了凉 生涯无抓 的人在散谎 别形容我的字 别太荒唐 当年表现恰当 就像所有假装 在清理上 仅仅不顾风自杀 还规矩调调光光 我多高兴 像子孙开了枪 你一样的眼光 我特别的欣赏 让人难忘 我多疯狂 你别穿入我外墙 没有什么真相 不就多可疲劳 不如让我留在橱窗 我多难忘 像羞涩可惨的模样 感觉你有大伤 你用字越恰当 我越崩潮 我的风光 我的风光 连我自己 都看不上 我越崩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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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不要惹 你的地方 我最初的模样 汇通也不会痒 能把上次都撑光 Zither Harp